然后第七 在困境痛苦患难中 我们当怎样安慰他们呢 我们能够正确 这是一个牧者和一个弟兄姐妹 对其他肢体爱的一种表现 但是第一忌讳 千万不要急于给标准答案 了解他 与他同情他 体恤他 有的时候不需要说太多的话 当然我不是说用现代心理学 倾听就解决问题 那是屁话 那是骗人的 都倾听解决问题 要牧师干啥 要个驴多好 要个宠物多好 给他个猫 给他个狗 狗和动物从来不会反驳我们 从来不会伤我们 我们可以冲他的倾听 甚至他还嘎巴嘎巴也 好像听懂了的样子 冲我们尾 看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会静悄悄的 不会来惹麻烦我们 圣经里面如果都是倾听解决问题 使徒们干嘛要责备 先知要干嘛要责备 使徒们干嘛要劝勉 要教导呢 劝勉的要 我主日都还讲 这个劝勉的要 这个劝勉 要这个凭着诚实 或者这个劝勉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给他标准答案 但是注意这个需要智慧 智慧 根据情况没有固定的定律 有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安慰 真的就听听他自己 他自己是信耶稣的什么道不知道啊 老同工了 当然知道 以前讲道 以前也劝了别人 自己遇到的时候 那个痛的时候 他自己也会有的时候 把持不住 所以不需要告诉他 你悔改吧 你好好仰望主 好好祷告 废话 他当然知道了是基督徒 有的时候就 问问他怎么样处境 有什么问题 我需要帮忙吗 我们一边祷告的时候 一边怎么该帮你解决 我们能做什么 去给他一种安慰鼓励 我们与你同在 这个比什么 给他背标准答案 某牧师以前 刚信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蒙恩的时候 从罪人蒙恩的时候 读了很多圣经 圣经也背了很多 抄圣经 背圣经 所以一张嘴闭嘴 几乎不会说人话 那个时候讲道也好 那个时候劝勉人也好 几乎都是经文串经文 那个时候老鼠灵了 但是我在我印象当中 几乎没有安慰好过一个人 但是后来上帝就让我学习做人 让我经历了两年半左右的软弱 自己曾经最恨的事情也做了 自己最瞧不起的事情也做了 自己曾经这个病罪的事情也做了 就是让就完全把恩典撤回 你就退朝的时候 丑陋的那些礁石都暴露出来 以前自己以为自己属灵 属灵高峰的完全的 其实都是恩典的护辟 上帝保守我们 不会跌倒而已 当撤下恩典 收回的恩典 所有本性里面的败坏 都暴露出来了 一开始以为自己 哎呀怎么软弱了 拼命灵修祷告 挣扎尽失克服 后来发现不是自己软弱 是自己本身就那个德性 后来就谦卑了 体恤到人的软弱 后来在劝勉人的时候 也不基于背圣经给他了 给他标准答案 谁不知道圣经啊 谁没看过几篇圣经 需要你提醒他 然后还弃掉命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更做人性的 就是祭司 先知是宣讲 对吧 祭司有的时候需要去禅果 去高摩 去陪伴 所以这个是智慧 智慧 所以适当的 有的人真的需要责备他 唤醒他 有的时候去安慰他 或者需要什么帮忙 就实际的去帮助 比聊什么属灵科更实惠 他需要的是 你与我们同在 与我同在 我需要的是一种陪伴 我有力量去面对 等等 甚至陪他哭等等 但是绝不是那种 世俗的那种商谈学理说 就倾听就而已了 倾听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为不一定所有的人 自己就能想明白 吐完了就舒服了 但是不一定能够看明白 这个事情 所以有的适当的劝勉和教导 责备是需要的 但是不是一味的标准答案 所以也使他能够 这个需要智慧 这个需要我们对神 对人 对牧会 社会的经验 综合性的成熟 求主怜悯我们